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看选手的时候会不会也影响一下 那当然没有 没有 我一直在看 就因为你节目冷 你不看一下表演你还能做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英皇超级经纪人是英皇娱乐2002年全案策划 清新精力寻找新星 打造新星的大型计划 只在中国地区搜掘优质新人势力 通过英皇娱乐超级经纪人的培养眼界 签约于英皇娱乐旗下成为正式艺人 身为英皇金牌经纪人霍文西 对当年选手的整体水平神感满意 并称最看重对方的眼神 他们的外形 然后他们开机表演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去分数 就是在那个他表演才艺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刚才 我们看完四十个 他们觉得的那个 集数都不错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就是唱歌又好 演戏也好 就是眼睛很重要 对 没错 就是老板也 算了我 我觉得我很幸运 你看我的眼睛 一看就知道 行嘛 与周星同性与出道不同 杜文泽当年他人演艺圈 可是吃醋了苦头 以至于现在他还记得 自己当初三家选秀 被霍文西嫌弃的事 他一见到我都叮我 他街上面一直叮 他知道是一个很厉害的 他马上叮我 我马上叮他 他就知道他好帅啊 你看着这个 都不用再跟他谈了 天呐 天呐吧 你觉得你倒是是哪方面打动了 其实我真的 需要外表之外一无所有 杜文泽是许帅哥 并挑战梁朝伟 大秀杜氏独门学弟 小声我的眼神会杀人 人家说梁朝伟的眼神 就会演戏 我的眼神都会杀人 杜文泽式的电影 你抓一下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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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这是不同的电 你的电 不同的电 如果我要一张铲票 你会不会跟我走啊 哈哈哈哈 我会继续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